你問什麼 剛才你講到 真的有擔心臺中影響香港和外地經濟的關係 但其實看回佔中之前的預言 看回當日的股市還升了 最近又多了資金來香港 其實是否大家對於佔中影響股浪 都不可以說是過濾的 因為長遠的影響我們大家不知道的 特別是如果真的佔中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會不會為香港的金融體系帶來一些衝擊呢 又或者令到香港的金融體系運作不正常 而影響到用家呢 那如果到了一個地步 令到香港的金融體系覺得 被人覺得是靠不住的時候 長遠是會有影響的 我當然是不想說會看到有這些事情發生 但為什麼會想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因為其實佔中那幫人 其實他們都強調是一個和平的合併 那個結果是怎樣 大家很難預測的 譬如香港的銀行體系的清算系統 在中環運行的 如果譬如佔中是令到這個清算系統 突然間停頓的時候 怎麼辦呢 譬如好像股票市場 作為一個資金融通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 會不會受到影響呢 我當然希望不會 但是這些影響是很難估計的 發展到什麼地步和有什麼行動 非常之難估計 而且因為不知道風險在哪裡 也很難去管理這些風險 去將這些風險好好管理 是將那個衝擊減到最低 是難做的 尤先生 《蘋果日報》記者Michael 請問一下 你剛才說到 如果中英政府覺得 可能香港是個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夠穩定 可能因為一些社會不和諧的事情發生 今天又有一套不信任 會找一些可能的後備方案 近月有幾個人民幣的銀行市場 都簽了這個清算貼儀 是否見到中國已經對香港 這個人民幣的清算市場的中心地位 已經有這種類動物呢 簽這個清算協議呢 就是在講佔中之前已經是有的了 所以你不可以這樣說 可能是用多一些 別的清算中心的理由 理據是有政治考慮都不頂的 譬如有很多地方 譬如好像台灣或者新加坡 它自己的銀行業務 覺得為什麼事要通過香港呢 這樣跟內地去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希望它自己有一個清算系統 是進入到內地那個人民幣清算系統裡面 這個對香港的政制發展是完全拉不上關係的 我只是擔心將來會是怎樣 當我們這個金融中心 我們這個金融平台 變了是不靠得住的時候 那個影響一定是會有的 對信心的影響一定會有的 我聽不到 因為總是希望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影響是會比較少的 如果影響大的時候 我希望就不會帶到要需要撤資這麼大的事 因為講到底 香港都是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航運中心 很多經濟活動 都在香港是非常非常活躍的 而且香港這個市場化的環境 非常自由市場的環境 是對各行各業都是有利益的 有好處的 希望短期的發展 在政制上 在政治層面的發展 不會影響到他們長期對香港的信心 好了 最後一條問題 你看到現在的證據 你對於正在內陸 或者是那個位 剛才提到聯盟那方面 你已經抱怨了第二首準備的檢報 其實那個檢報是 這一個我不在其位 不謀其正 但是我總是覺得 譬如現在的政府 在這一方面 一定是會有考慮的 這些事情 因為太過敏感的時候 他考慮這些兩手準備 又或者是有些什麼改變 的時候 是很難說會和大家去溝通的 因為如果告訴大家 是在考慮著 有另外一些方案的時候 可能會引起市場的反應 但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不時都會檢討 任何一個政策的範疇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